我们今天来华炼堂古镇 我们在古镇旁边的小村庄下的水 当地的居民很客气 因为堵了他们家门 他还不管我们 急急忙忙的他就去钓鱼了 这个被拦住了 绕道的这个地方也是封闭的 给大家透露一下这里的下水点 如果你想划船来的话 整个古镇它的水道是东西走向的 东面肯定是拦住的 南面有一个垂直上去的水道 也是拦住的 如果你要来的话 记住你从西面进来 可以直接长驱直路的进去 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知道将来你们人来多了 他会不会还让你们进去 脑子里的平均 好 前面就是一排围栏 刚刚我们被栏在了外面 其实是可以偷懒 把绳子给解了 划进来 或者是把船搬进来 但是这样的性质就变了 我们的气节还是要摆在这里的 它懒我们就不跨过去 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建筑 陆家米航旧址 建于20世纪30年代 占地175平米 建筑面积188平米 好了 练堂古镇兜的也差不多了 我的船在那边晒的差不多 快干了 转站去下一个地方 这是垫珊湖旁边的一个小渔村 从古镇出来回去的路上经过 然后在这里买了一点小螃蟹 六月黄回去烧个晚饭 这里就是垫珊湖了 波光零零的 打鱼的船正在回港 这里还有他们停靠的码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